誰為牛熊定分界? 市位月陽敲喪中,敲到港股直線插穿了250天移動平均線,即是俗稱的牛熊線。 令股民懷疑,是否已進入同市? 而起身牛熊線,又是些甚麼呢? 250天線等於過去一年的平均大部分投資者入市位。 如果跌遷這條線,即是代表過去一年入市的人, 平均價都應該輸錢的話,這樣就代表是一個熊市的出現。 相反就代表牛市出現,不過大師說,這是理論而已。 其實牛熊線在分析上有很多限制, 如果股市波動太大,或者太稅的時候,都不足以反映市貨。 看回一年五月,堂子跌穿了牛熊線之後, 由20,400多點的水平,跌到六月初的18,000多點, 以為牛熊線很準呢? 再看幾個月,同年八月底, 恒子再度跌穿牛熊線, 最後反而展開了大概五個月的升浪。 由19,000多點,升到今年一月尾, 23,800多點的高位。 所以,即使現在恒子再度跌穿牛熊線, 都未必代表熊市來臨, 還要看其他因素,好像政府有沒有救市計劃等等。 同年替操